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做美味可口的梅菜纹五花肉 让我们开始准备食材吧 首先,需要梅菜200克,五花肉400克,蒜头3粒,还有适量的盐和砂糖 此外,还需要一汤匙的料酒和二汤匙的蚝油 接下来,让我们来处理五花肉 将五花肉清洗干净后,放入锅中焯水 然后捞起来泡在十分钟的凉水中 冲洗几遍,最后切片待用 接下来是梅菜的处理 将梅菜清洗几遍,泡十分钟,然后切碎 同时,将蒜头切片备用 现在,我们可以开始烹饪了 先热锅,然后放入蒜片爆香 接着,将五花肉下锅爆炒至两面金黄色 然后,加入梅菜 再依次加入料酒、盐、砂糖和蚝油 翻炒均匀 接着加入适量水 加盖中火炖煮15分钟 直到五花肉变得软糯可口 最后,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五花肉飞水后一定要泡在凉水中 冲洗几遍,这样可以将油脂冲走 让入口的口感更加软糯而不油腻 此外,梅菜有甜梅菜和咸梅菜之分 我个人觉得甜梅菜更香哦 好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 下期再见